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回名了包丞相,出来寻找二爷韩章,现空岛哥儿五个,哥儿四个归顺了朝廷,都在包丞相手下当差,就差二爷韩章了。 四爷蒋平找二爷,找着找着,找到了铁令官,无意中听见一个消息,这胡老道啊,告诉四爷,您猜怎么着? 昨天晚上啊,我们这当家的,把他的朋友陪回来了,这小子花蝴蝶,也不是什么好人,有人追下来了,没想到被我们这当家的,还是这花蝴蝶给逮住了,就锁在这后院,这塔里边,到现在也没放呢。 你说他们这事儿,咱们管得了吗?呵呵呵吧。 四爷蒋平听了,心中可一动了,道歉,他们拿住的是什么人? 昨天夜里头,啊,拿住一人,拿住一人,哎呀,你真让我着急,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,这胡河最不隆隆的就把这事儿说了。 虽然说的不太清楚,但是四爷蒋平已然听明白了,书中暗表。 二爷韩章,救了桥姐之后,就来到了桑花镇,找了一地方住下来,就听见当地人聊的全都是花蝴蝶花冲。 二爷仔细一打听,才知道这个花蝴蝶是个恶银贼。 尤打东京,逃岸,逃走了。 这些人全都知道花蝴蝶花冲的罪恶。 哦,二爷韩章心说怪不得,我一路上竟听人拿着花冲启事儿呢。 等到了晚上,二爷呢,就跟这个小磕店的伙计说,我出去呀,赏赏月亮。 这样呢,二爷韩章有打店里出来了,穿的可是一身夜行衣啊。 他走着走着,突然间发现前面一座小庙,借着月光一看,扁上三个字,观音庵。 二爷明白了,这里边住的是泥僧。 二爷一转,想走,突然间,墙头上一股黑烟就落下去了。 嗯? 韩叶心说奇怪呀。 一个尼古安,我们夜行人上这儿干什么来? 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二爷韩章一分身,跃上墙头望里瞧,一点动静都没有,飘身就落在平地了。 撞过去了。 过了大殿之后,一看,脚门外边,西边有一个单门,就一扇门虚掩着。 二爷韩章,就有点在门缝里蹭过去了。 里边三间茅草屋,冬间有灯。 撒! 二爷韩章更奇怪了,窗上显出的人影是个男的。 而且在宾边,插着一个花蝴蝶颤巍巍,看得十分清楚。 嘿! 韩章心说,竟这么巧啊。 我要找这花蝴蝶,我就碰上他了,我听听他干什么。 二爷孽族千宗,就来到窗窝外头一蹲,就听里边花蝴蝶花蝶说话了。 仙姑啊,我就这么求你,你就不答应。 你可别把我惹急了,我看你还得答应为好。 一个女人说话了,我不答应你,你又能怎么样? 凡是女人,我看上了,谁也逃不走。 你不就是长得俊吗? 我就爱看你这张脸,我不愿意害你。 你要不识抬举,嘿嘿,你可别怨我。 我告诉你,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,就因为从小多灾多病的,我的爹娘没办法把我舍入空门。 我自己也得忏悔啊,今生休个来世,怎么偏偏碰上你的恶魔了? 也许是我的结束道了。 好,到现在我就诉求一死,你杀吧。 说完这个尼姑就哭起来了。 这花蝶一瞪眼,贱人,你一死吓唬我,我就杀了你。 二爷韩章听到死臭,气网上撞,就从灯光一闪,这花蝶蹭下站起来了。 一抬手,二爷韩章明白,他可要抽到了。 韩章气网上撞,高声寒嚷,花蝶修到屋里。 撑,往前一脉,他要进去。 花蝶听见了,花蝶本事可不错呀。 扑的一声,就把屋里边灯给吹灭了。 然后鲜软帘到堂屋,拿刀一条的连笼,他确实溜着神了。 这时候二爷韩章这支弩箭就打出来了。 啪,花蝶往旁边一闪,啪的一下,二爷这支弩箭就打在窗户上了。 花蝶心说,幸亏我躲了。 他虽然这么说,但是他也看见了,看见韩章了。 他举起刀来,就把这韩章躲来了,韩章立刻拿刀招架相还,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。 这地方小啊,谁也不能施展出自己的功夫来。 只是你砍刀,我拿刀招架。 两个人正动着手呢,突然间有点墙头上跳起一个人来,扑通一声,听这声音,这人的愤灵就不清。 这人忘记一只声,确实个儿挺高。 举着一口破刀,就奔着花蝴蝶劈来了。 花蝴站住脚,抬头一看,这刀下来,拿自己这口刀往上一迎。 您别瞧这人个儿大,花蝴蝶比他瘦,比他矮,但是花蝴蝶确实本是大。 这刀往上一颗,脚底一踢,这大个儿往旁边一闪,差点趴去。 这人是谁啊,这人正是龙涛,县里的班头。 花蝴蝶借这机会往上一窜,就上了墙头了。 二爷喊张赶紧跟上去。 这时候花蝴蝶一旦落在墙外头,叹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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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叹,如飞而跑,就往北去了。 等二爷喊张有打墙上落下来,往前追。 这龙涛啊,才出了脚门,绕了大殿,开了山门,也顺着墙,往北追下去了。 韩张追着花蝴蝶,追了三里地,就看见前面一座庙,这花蝴蝶望上一距,就游打这墙外头进去了。 二爷喊张跟着也飞过去了。 一看,花蝴蝶又过了里边这墙。 韩张,往里追吧。 追到后院一看,后院有三座小塔。 这三座小塔呢,就好像香炉那三只脚。 当中价这个稍微大点。 花蝴蝶就奔这塔后头去了。 二爷韩张追,花蝴蝶就跟着转这塔。 这样两个人转,转着转着,这龙涛来了。 龙涛要不来啊,这韩张跟着花蝴蝶左转右转,怎么也拦不住。 韩张一看来人了,韩张就在这边截住了。 这龙涛有打东脚门跑过来高声寒嚷。 花蝶,你往哪儿走? 这花蝴蝶花蝶扭头一看,又来一位。 花蝶眼珠一转,系上心头。 他诚心脚底下一跳,身子呢,往前一栽。 二爷韩张可中了计了。 韩张赶紧往前赶了一步。 伸手,他想借着花蝴蝶往前栽呢,把花蝴蝶好捉住。 没想到他一伸手,这花蝴蝶身子一翻手一撒,打! 二爷韩张上了让了。 花蝶抖手,打出一支镖里,砰的一下,就打在韩张的肩上。 嗯? 韩张心头坏了。 这标打到自己的身上,不太疼,可开始麻了,揍了。 这是要标啊! 二爷韩张一转身,蹭了一下,跃出墙外,赶紧跑回三花镇。 花蝴蝶打闪认真,用这标打的韩张。 高兴了,就一个我就好对付了。 花蝶精神备掌,这龙涛拿着棍子要动手啊,那哪儿唱啊,一对一,这龙涛也不是花蝶的个儿。 哎,这时候脚步声音响,腾腾腾。 来一个,雄伟胖大的老道。 这个道观当家的吴道成,什么事儿啊? 快来! 花蝴蝶这一声喊让吴道成过来了。 俩人就把这龙涛给捉住了,就锁在后院这塔里了。 这胡河呢,也不知道谁姓什么叫什么。 除了吴道成,花蝶,他能说清楚了。 可是这二爷韩张跟这龙涛,他就说,一个大个儿,哎,还有一个面色黄色的人。 四爷蒋平可听明白了,蒋平心说,难道说我二哥被他们拿住了吗? 因为胡河说的不明不白,到底谁被拿住了? 四爷蒋平没听清楚,怎么想也怕二爷韩张被他们给捉住啊。 又一想,即便是捉住的是那大汉不是我二哥,跑了,中了镖了,难道说二哥中了独镖了吗? 就在这时会儿,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,开门! 蒋平可不知道,是铁罗汉吴道成花蝴蝶,花冲回来了。 胡河一听叫门,你瞧啊,这啊,叫门了吧,确实喝多了。 他冲蒋平摆了摆手,把灯吹灭了。 义了歪邪,犹打乌中出来,奔着山门,把这山门开了。 吴道成就问这胡河,今儿,这关里有事儿吗? 啊,什么事儿,没有,没来,你瞧今天我没喝酒。 这花冲在旁边一看呢,嘿,他都醉了,还说没喝呢。 花冲就跟这胡河说,赶紧把这门关好了,啊。 啊,哐当一声,胡河把门关上了。 这个吴道成跟这花冲,两个人就往后边走。 这胡河醉不勾动的,回到屋中,重新把灯点上了,跟四爷蒋平说。 兄弟,没,没事儿,进去,进去,喝,喝醉了,咱们就睡,啊,什么事儿,不管。 啊,蒋平答应一声,行。 他可想算计这胡河了,喝,我敬你,喝,这蒋平打的酒还真不少,一会儿的公伙就把这老道给灌个烂醉,人事不知了。 四爷蒋平立刻脱了道袍,收拾着锦尘利落,到了外间,把这粥子拿起来,从里边抽出了三棱厄梅寺。 然后把灯灯灭了,就悄悄的出了东厢房,直接奔了后院。 一看院子里,果然有三座砖塔,当中间的比较大。 四爷蒋平悄悄的,走到这塔前,就听里边有人嚷,好啊,你们把我捆在这儿,你们以为就没人杀你们了吗? 你们作恶多端! 四爷蒋平一听,不是二哥的声音呢。 我问你,你是谁? 别嚷,我救你。 四爷呢,就走到塔里边,把这人绑成松了,然后替他揉了揉胳膊。 这人是谁呀? 这是龙涛啊。 龙涛抬头一看四爷,请问,安人贵姓,向蒋平赐责场。 哎哟,您是不是翻江楚蒋四爷呀? 是啊,轻声些。 哎呀,真是我有骚伙,看起来愁能得报啊。 四爷,小人我姓龙叫龙涛。 我在县里都当着马快搬头。 有打人和县造军祠跟着花蝴蝶到了此处,我要给我哥哥报仇。 没想到反而被他们拿住了,我认为我没法再活了,今天有蒙四爷救我。 昌天有眼哪! 我问你,我二哥在何处? 我没碰见什么二爷呀。 嗯,是这么回事。 昨天晚上呢,我的伙计夜行的冯妻给我送信。 说这花蝴蝶呀,上观音庵了。 我呢,就到了观音庵。 我爬进墙去,我看呢,有一个人正跟花蝴蝶动手呢。 这人什么样,四爷,这人高高的个儿,什么脸谈儿,金黄色的脸谈儿,有没有胡须,微有胡须。 就是我二哥呀,讲。 是您二哥,二爷,二义是,快说。 我跟您说,我帮忙吧,一直就追到这个地方。 这花蝴蝶呀,假装忘成这么一栽,二爷上了当了。 二爷一救他,他反手打出一支镖来。 可能二爷中了镖了,要不然他为什么跑了呀?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 我不是花蝴蝶的对手,来一旁老道,俩人就把我逮走了。 四爷蒋平大吃一惊啊。 他说的可能是我二哥,为什么要走了呢? 中了一标? 如果一般的标他不会走,难道说我二哥中了毒标了吗? 哎呦,四爷蒋平可就急了。 我问你,你刚才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? 看见了,就是那黑胖的老道,还有那花蝴蝶,上哪儿去了? 放心,就在那片竹林的后头还有一段粉墙,他们就上那儿去了。 好,你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,我气息就来。 四爷蒋平一转身到了竹林旁边一看,粉壁墙十分光滑。 借着月光就把这竹影照到这粉壁墙上,看,看得很清楚,没门。 嗯? 蒋平心说,这一面板墙没有门,里边肯定是个暗地方,我得看看去。 这样他走到墙边,轻轻地摸,摸着摸着,摸到一个地方,绝对是活动。 嗯,明白了,拿手指这么一按,两按三按,就听咯噔一声,这消息就划开了,原来是个转门,这门一转,四爷蒋平就安身进去。 往里边一看三间正房,对面的是三间厂厅,两旁边是超所的游廊,院里边放着白玉的石盆。 而且呢,还有新开的菊花,清雅极了,在正房的西里间点着灯,有两个人正在说话呢,书中暗表这两个人,一个是花蝴蝶花冲,还有一个就是恶老道无道成。 四爷蒋平,涅足千宗,来到窗外一立,就听见里边哗出嗨声叹气。 哎,这无道成呢,就劝他,兄弟,你怎么想不开啊? 一个泥骨啊,你要再这样啊,我可得消化你了,不至于吧。 大哥,您不知道,我见过多少女人了? 这回我见了他之后,我是神魂不定。 叫,睡不着,看见吃得不香。 嘿,你说他怎么这么古怪? 我求他一回两回三回四回,他叫说不答应,要搁别人,嘿,我早就杀了。 我舍不得杀他呀。 我也不忍心逼他,你说这可怎么办呢? 我瞧你啊,超迷了。 兄弟,掏出点银子,好好请请我,我一定帮你办成此事。 大哥,您有办法,您要真有办法帮着小弟我办成这件事,慢说给您磕头请您。 嘿,我跟你说为您死了,我都甘心情愿的,我先给您磕头。 哭头一声跪下,跪就磕。 四爷蒋平在外面一听新人说,真不要脸。 人家是为媳妇拜丈母娘,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。 胖老道吴道成说话了,兄弟,起来吧。 别着急,我已然有了一条妙计。 花蝶起来了。 兄长,有什么妙计快说。 告诉你,明天哪,我叫我们那个主,假装去游庙,到他那烧香去。 让我们这主带上蒙寒药。 让他想办法,甘管在水里还有吃的东西里,下点迷魂药,把他迷倒了。 兄弟,这个小泥固可就归了你了。 四爷蒋平信说真缺德呀。 给他,给他出主意,你这老道,你也养个女人,我不杀你们,等待何时。 下回再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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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